我們看一下剛剛的部分 課程 當然它既然叫做劇場史的話 一個就是歷史的部分 但是這一個歷史的演進過程 其實會牽扯到一個劇場結構 它是改變的 一直不斷地在改變 因為整個歷史背景的改變 它會有不同的需要 劇場它為了要生存 它必須要去改變它的結構 要不然的話它沒有辦法去適應 每一個世代不同的狀況 它不可能生存 所以我們第一個會劇本結構 然後再來會牽扯到的是劇作家 劇作家其實在設計 在文藝復興以前 其實最主要我們在講一個戲 它的品質好比不好的時候 我們幾乎都在講的是劇作家 它是最主要的一個靈魂 當然後來慢慢的這種狀況會改變 設計越來越精緻 越來越發達了之後 曾經有過就是設計家的這個天下 那麼當然現在最主要是導演的天下 導演的權力最大 它掌握的最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也是跟這個歷史的演技一樣 不同的世代它有不同的背景 那麼會產生不同的這個狀況 那麼劇場除了它劇場本身的結構 包括劇作家之外 那麼還有演出、演員、幕後工作的策劃、行銷、製作 這些都會有所關係 那也都是我們就是這一學期劇場史 跟下個學期劇場史二會提到的問題 所以劇場史對你們而言 你們並不只是單純的在學劇場史 還有一個跟你們在這個行業 如果說要打拼的人來講的話 他要怎麼樣去生存 這個過程告訴你的生存之道 那麼當然也會同樣的告訴你 在這種情況之下 剛開始是一個不得不的 為了要求生存 為了要去適應環境的一個狀況 到後來會發展出每一個時代 它自己的一個特色 OK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課程目標 這學期的課程之後 希望你們 這是希望 你知道這個常常只是希望而已 不過還是要講 你們會對劇場史的演技 會對西方劇場的演技能 會有所了解 那雖然是說你們現在是身在台灣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台灣現在的劇場 基本上它的結構是源自於西方 OK 並不是就是我們所謂的戲曲的這個結構 它並不是一個最主要的大中 希臘時期的這個劇場史的這個部分 所以沒有人需要報告 需要報告的部分 是從下一個單元古羅馬的劇場開始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組 然後接著第二個組是中時記 中時記研究江峽其實它並沒有劇場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所謂的劇場 它如果是一棟建築物的話 那麼在松世紀是沒有這樣子說 特別一棟建築物 然後特別蓋了之後 就是為了表演使用 原因是因為在這一段時期 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兵荒馬亂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就是說如果你蓋一個建築物在那邊 然後過兩天這個所謂的外族夫妻 或者我們所謂的這個 Baron叫什麼中文 蠻邦 OK 那沒文化的蠻邦陸心 當然它不會聽眾你的劇場文化 那你花了那麼多錢 你蓋了一個劇場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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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變成你虧本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中世紀的時候 是沒有這樣子一個建築物 那麼大部分的表演團體 他們都是馬車或者是買不起馬的是 鑼子 然後拖著車 然後把他們所有的家當放在車上 不好意思 那個鑼子跟馬不是給人用的 他是代家當的 人是在後面跑出的 這是逃命的時候 所以你表演可以隨時到什麼地方 就演到什麼地方 需要逃命的時候 也很快把所有東西都往車上一丟 然後就到後面跟著跑就對了 所以那是中世紀的部分 好 那麼接下去 三、四、五、六 這四個組 基本上都是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是劇場史上 原是我們第二個所謂的黃金時期 第一個是希臘 好 那我們看一下文藝復興的這一塊 因為它所涵蓋的範圍很大 我說的範圍就是資料很多 所以我們分為四個以地區來劃分 所以第三個組的報告是意大利的文藝復興 第四個組的報告是法國的文藝復興 第五個組是西班牙的文藝復興 然後再來第六個組是英國的文藝復興 OK 然後最後一個組 期末就是最後一個需要報告的組 是英國的故地時代 英國在文藝復興就是結束了以後 那麼曾經對他們自己本身 王室跟人民之間的這個戰爭 所以造成說不只是王室被脫垮了 那麼清教徒這時候就是我們說的清教徒革命 清教徒他們所帶領的百姓打贏了 但是我們知道一點就是說 其實教會基本上來講 在那個時候並不喜歡劇場 他們其實覺得劇場的存在 是等於是一個萬惡的一個根源 所以當清教徒帶領的百姓呢 打敗了這個皇室的這個皇家的勢力之後 他不只是把國王趕出了這個他們自己的這個國家 另外一個呢就是 他們連帶著所有的劇場通通關門 OK 所以一直到他們在把英國國王們在營館 為什麼營館啊 因為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那個清教徒的那個畫像 清教徒他們基本上來講 那個衣服不是黑就是白 因為他們的生活不是黑就是白 他們的生活非常非常的這個補充苦 非常非常的無數 基本上清教徒很多人都非常有錢 但是他不花錢 就是因為他很會賺錢 不會花錢所以他才會給人錢 那麼在英國其實清教徒他們並不是絕大無數 所以當他們用他們的勢力 政治的勢力關掉了這所有的這個劇場的這個活動之後 關掉所有的西區劇院的之後 一般的百姓慢慢就開始覺得很無聊 所以他們發覺即使王室即使國王不是太好 可是至少國王還比較有聊 所以他們最後決定還是讓國王回來了 所以查爾是二世被贏回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所謂的英國國族 他也同時把劇場都化成法國 他流亡的所在地 然後再代表到英國 那麼這個是我們這個學期結束的 OK 好 那麼下面一個學期 我們才會繼續講到像80世紀、19世紀、20世紀的這個劇場文化 OK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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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